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校舍的话建成多久了? 我们是18年的10月份搬到这里来的 10月刚来就半年时间 对 咱们现在学费情况大概是多少? 学费我们是838,100 全都包括了 对 我们保证来到学校以后再不收任何其他的费用 好的 保险费就是咱们说的国民健康保险 是吧 是这样 除了国民健康保险以外 我们还加入了一个留学生的保险 然后大家都知道我们国民健康保险 说自己个人医药费的话成了30% 然后有了这个保险以后 这个保险会剩下的30% 就是说医药费的话 对 这样就学生会有一个比较安心的保障 对 学生这边的因为人数比较多 比如说学生刚来咱们这边是怎么接机 或者说这些东西服务上 接机这些话就是说 学校这里提供对于住学校宿舍的学生的话 是提供接机服务的 是大巴接机吗 一般情况下是小巴士吧 小巴 嗯 然后个别同学 比如说来的这个特别这个早 或者特别晚的这样的话 可能就去一个老师给带过来 通常的话都是这个小用小巴士的 通常我们接机费的话是一万日元 然后如果是在指定日之外的话 是收费是一万万千日元 哦 关于宿舍的话 我记得以前咱们的老校区是在新宿那边吧 是 然后所以有一些宿舍还依然在新宿那边 嗯 宿舍我们也 基本上全部都搬过来 哦 基本上搬过来 对 现在主要是三个宿舍吧 比如说 呃 单人间的话 是在这附近 步行到学校是八分钟 哦 然后 赤羽那里有一个宿舍呢 它是骑自行车到这里的话 是大约十二分钟 嗯 再一个还有一个宿舍的话 就是男生宿舍 男生宿舍那边的话 它是骑自行车到学校的话 大约十五分钟 到二十分钟 单人间这边就只有整个八分钟这一个 赤羽和男生宿舍都是双人间 对 赤羽那里是两人间和四人间 那大概比如说单人间的话 大概是多少钱一个月呢 呃 参考价位的话 就是说单人间的话 水电网费全包 是一个月六万八千元 哦 然后双人间的话 大约是五万三千元 嗯 然后四人间的话 是三万三千元 嗯 行 其他的基本情况就先进到这儿 然后我们一会儿让佳老师带我们去看一下 学校内部的设施 哎 好的 那我先看一下拍一下这儿吧 你看这个阿开头有个特色 阿开头的事务所请在这里拿 然后全体成员有很多语言 你看 日语 中文 这是英语吧 不知道什么语 越南语 越南语 然后英语 还有韩国语 就是看中国籍的学校就是不一样 嗯 这边是学校的事务所 嗯 就老师们都会在这边 我看还有欧美的老师 一共五层 嗯 每一层大概多少教师 呃 每一层 不大一样 大约六个左右吧 嗯 然后我们这个每个楼层啊 它是这个 从二楼到五楼 二三四五楼 它是这个有一个设计主题的 像这个五楼的话 这里是冬田 好大 嗯 很新 对 教室的话是这个 怎么说了 20个人的订阅 嗯 我们这个楼啊 它有一个这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它是一个回形的设计 嗯 然后四周的话是教室 嗯 这样的话就是每个教室的话都有这个窗户 感觉就是一进来感觉是一种非常宽敞明亮的感觉 嗯 嗯 这边也是教室 这边的话也是教室 嗯 哇 这个还明亮 嗯 这里的话是这个四楼 四楼的话就是秋天了 然后四楼的话咱们到那边看一下 我们主要是有一个自习室 是有这种隔断的自习室 挺好的 嗯 夏天了 好 对 好 然后在我们那边啊 有一个那个学生的这个休息区 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里呢就是这个学生的一个休息区 中午学生可以在这里这个吃吃饭啊 休息一下 那边的话 呃 有自动发面机 平时的话还有人呢像这个 呃 熬地区一样 吃的 对对对 还有吃的 像那个 这里还有一些盒饭啊 啊 那个 上课之后会Family Mac来服务吗 哎 对 啊 在这里 这边是一些推荐校 啊 对 就是有一些这个职业学校的推荐 啊 像日本的话 它这个对于这个学校推荐的话 呃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推荐了一共 呃 就可以免事录取 更多的是这个减免学费 嗯 并且推荐的话也是有一定这个要求的 嗯 比如说这个 这个出席率要达到80%啊还是90%以上 啊 啊 还有这个平常分啊 啊 就是说平时平时考试的分数 要达到这个比如说八分或者九分以上 然后这样才能推荐 所以这里的话就是身材 哇 对面的话一个合适 来这个进行这个文化体验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平时啊 是一个这个书架 然后放了很多书 然后那个 呃 需要用的时候就把这个给拉下来 嗯 啊 哦 换了 换了 可以尝吧 哈哈 它好像本来就坏了 有点抓不动 对 对 稍微坏了 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也把这个链拉下来 然后呢这个榻榻米的话放在那个柜子里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把它那个 比如说榻榻米全部铺上 嗯 铺上的话这里就形成一个合适 在这里做一下这个 呃 像茶道茶花的这种课程 真的设计的很好啊 哈 在东京的话这样的学校硬件设施 还是很熟的这样的学校 打开微信通讯录 在公众号内搜索木子小花留学工作室 关注公众号 点击菜单中央的留学广场后 点击学校库 就可以直接跳出相关的日本留学申请指南小程序了 在小程序里 你可以看到最新的日本语言学校热门申请名单 语言学校的实地探访视频 还能匹配自己最适合的语言学校是哪所 再点击学校库 我们可以看到数百所日本语言学校的详细情报 举个例子 瑞尼塔斯日本语学校东京校 学校特点 前辈反馈 官方简介一应俱全 并且会不断实时更新 最后还有小花老师的科普视频 和语言学校实地探访专栏 有这个小程序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找不到她 好 我去学校 咱们